那应该大家都认识我吧 我叫小峰 你叫我媳妇去你可以 那么我自己本身已经喝水喝了12年 就要12年半了 喝这个还原水 我是在2011年的年尾开始 才正式的喝这个还原水的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当时候在喝这个还原水的时候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人家跟我们讲 有这个东西叫一个还原水机 他为什么价格这么高 问我朋友他们也讲不出 有什么特别 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非常特别 什么特别呢 就是用嘴巴讲 因为当时候在马来西亚 就没有人在喝这个水 所以我们当时候如果要的 就要从香港那边进 香港你要在香港那边 才可以买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想想看当时候 我们怎么样下这个决定 是不是要要三思 要想很久才可以决定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我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去什么我们会还这 选择这个还原水 而且呢 这个的topic呢 是选择Energic 不是只是选择还原水 我选择还原水是因为它很好 那为什么它很好 我们等一下跟你解释 但是呢 简直这个Energic 这一间公司呢 也是一个我们要可以探讨 一起探讨的东西 OK 那是不是因为人家讲好 那我就好 我就跟都说好了 是不是这样 OK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问题就大了 因为如果你有100个朋友的话说 搞不好他就有一百间公司 他认为很好的 一百种产品 他认为很好的 他每个人都跟你讲 他的很好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呢 那人家讲好 当然我们是朋友 我们相信朋友的话 但是呢 他真正的为什么好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 也是要了解一下 他怎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都是因为有一些朋友 介绍我们 对不对 把这个商机 把这个水机 把这个好的东西 介绍给我们 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嘛 所以我们还是相信 我们的朋友的 但是之后呢 如果你要在这里发展的话呢 你的那个知识 就要比更 这个更加的深入的去了解 所以今天呢 是让大家了解到 这个比较深入的 就是这个重点 你就了解 为什么呢 我们的花园水呢 跟这个 云南体 这个商机呢 多么的特别 OK 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把它写在留言区 OK 我们完了之后 我才 尽量的回答 OK 那么 好 一下子 我们就 预备 看 那么我们开始 看到清楚 OK 好 那为什么 选择 可以 如果这样讲 清楚嘛 请问 清楚 可以 OK OK 好 你开始 那为什么选择Energy 我们选了十个原因 所以你等一下 你看这十个原因 跟你心目中的想法 对不对 先来第一个 他够老 第一个为什么 他够老1974年 你说12年前13年前 我第一次听的这个东西 说2011年 那时候13年前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根本就听不进 因为我在我心目中就是说 又来一个卖水机的公司 我们马来西亚 你们台湾也是应该一样吧 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 卖水机的公司 因为很多人都想家里 要喝一点干净的水 健康的水嘛 对不对 所以就水机公司是蛮多的 但是后来呢 我的朋友是怎么样 让我对这个Energy 另互相看的呢 但是因为我记得呢 在2011年的时候 我就在他的酒店房里面 他从他的电脑里面 开了一个视频给我看 那个视频呢 是日本的医院 如何利用这个电解水 在他们的医院里面做治疗 就是有糖尿病的人 那个脚已经要断了 然后他们就用医院的 那个强酸水呢 来跟他们套那个脚 然后呢 OK这个人呢 他在医院里面住的时候呢 每一天是要喝上五公升的水 五公升的水 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就是喝水 喝水跟泡脚 所以我是第一次看到 这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心里是吓了一跳 那时候是2011年了 但是我看的那个视频 已经是很老了 已经是很旧的了 所以我在心里想 我说为什么你们拿一个 这么旧的一个视频给我看呢 我心里在很纳闷 但是我看了之后 看到一半之后呢 我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是真的 这个东西不是因为 我们要商机嘛 所以商机 就很多人会做很多 很新的那些 那些视频出来给人家看 反正这个是因为它很老 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 它是一个整式的东西 所以Unity这间公司 已经1974年 所以我们在喝黄原水的时候 它是一个经过验证 经过一个实践的 考验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最新的发明 所以我们呢 也不是百老鼠 我们不是百老鼠 我们是非常安全的 那么在50年内呢 1974到现在呢 全世界有25个国家 42个办事处的 但是呢全世界有172个国家的 这些国民呢 已经有在利用黄原水了 因为我们在42个办事处呢 它呢有一些办事处是可以去 去 他们一间 一间办事处呢 有去照顾几间 几个国家了 OK 所以呢 这是全世界都有的 OK那所以一点点的小故事 1974年就是云南界的前生 那那时候呢 他们就是在日本冲城开始的 然后他们就在东京也有他们公司 就是他们成为了 很多年之后就成为了索尼 Sony OK 在日本南部最大的经销商之一 OK 但是你们也听过这个故事了 就是后来呢 也是因为索尼的一个产品呢 就是那种录影 录像带嘛 录影带呢 就是那一个 那一个录影机哦 那一门声音呢 让他们是全军覆没的 全军覆没 也不只是我们公司 是很多公司 那之后呢 就是在这个录影带大战之中呢 惨败 就 就把它关掉了 OK 但是 苏宇所流 暗黄明又一村 所以到了1987年呢 就来了另外一个商机 所以这个还原 在Mr.Oshiro 我们的大臣先生呢 他就在1987年的时候 看到这一个还原水 的这一个商机 因为当时候呢 因为当时候呢 在日本的卫生界呢 他们 他们这个医疗界 卫生界呢 他们有去一个 研究这个 所谓的这个 全世界有 七个八个地方 它是有那些奇迹之水嘛 奇迹之水 所以他们去研究 到底这奇迹之水呢 全世界各地呢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就是这种研究的时候 就 就 就发明了 原来这个电解还原水 就认为他们 自己可以 送到一个机器来 做这个电解还原水 OK 那1987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工厂 Energy Osaka 就成为了一个医疗设备制造厂 医疗设备制造厂 这个是在Osaka 在大阪 我们的公司 日本后生本 就是日本的卫生部 日本的卫生部 那么他们就授权 Energy Osaka工厂呢 成为医疗设备的制造厂 然后大概1994年呢 这整个 大概1994年呢 在日本呢 他们已经交受了差不多40万台还原水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后来呢 98年呢 才开始了 真正的这个8分的用金制度系统 所以之前呢 其实他们也是 好像那些电器商 这样子 在做一个传统的方式 但是后来之后呢 1998年开始 他们就有了8分的用金制度 OK 那2003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因为在那一年呢 Energy 是一个名字 这个正式成立的 所以他们2003年就在美国那边开始 开始了那个海外的那个市场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美国 你们也知道了 在美国真的有很多名人 在那边有喝这个东西 对不对 OK 那我 所以慢慢的呢 到了2012年的马来西亚也成立了 所以我就 是在2011年的时候 记得吗 是在香港那边把机器买回来的 钱是继续香港 然后我们把机器寄过来 我们就自己安装 然后就自己开始喝花瘠水 过了一年之后 2012年的8月 马来西亚的公司 正式在 就正式成立了 OK 那再过了几年呢 2016又来了一个超大的市场 就是印度 那其实呢 在现在呢 整个Energy的版图 全世界版图呢 最大肯定是美国的 但是印度是跟它是两个是非常接近的 印度 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OK 所以我们迪拜也有了2017年全球 小浪超过100万台 然后2021年 新加坡地 就成为我们世界上第一个 6A2之气 6A2之气 它是全球第一个 6A2之气 然后到2022年 这个6A2之气呢 全球一共有三个 一共有三个 一共有三个 然后呢最新呢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正式成立了最新的两个公 两个分公司 一个是在 非洲的第一间 非洲的 Nigeria Niralia 的公司正式成立 然后在东南亚 柬埔寨也正式的成立了 OK 然后同年 Energy在Las Vegas宣布达到200万台的销售 OK 那第二 所以那是第一 够老对不对 够老你就不用担心它 担心它会倒掉 对不对 所以呢新公司很多的 但是你们可能也有听过了 所有的新公司呢 在一年之后呢 只有50%还会存在那边 五年之后还有流入的公司呢 是不到20%的 所以我们是一个50年的老字号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证明了我们公司是很稳的 而且公司不单只是稳啊 它很很专 它做的东西非常专 OK 那Niralia的产品呢 不单只是专 而且它是独特 那这个是 是很重要 有可能很多人说 你们Energy的产品很好很好 但是很好这一句话呢 没什么用啊 因为很好的话 很好的 很好啊 每一间公司都说它的产品很好 每一间公司 没有人会说它的不好的 每一个人卖的 每一个小贩他卖的菜 每个卖菜的人他的菜都是最好的 对不对 都很好的 没有人会说不好的 但是呢我们Energy呢 不单只是好 而且它是独特 独是什么意思呢 没人有 没有 你做的东西人家没有了 你卖的东西人家没有 OK 另外一个是特 特就是你可以做得到 别人做不到 OK 所以比如说 你看到华原水 这一个一机 一个机器 但是呢 人家买 人家买就是买一个水机回去喝 OK 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那些饮水器啊 他们买了就是为什么就是要喝水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华原水呢 在我们的Energy的用家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水拿来泡菜 把这个荣耀泡出来 可以有美容水可以拿来做facial 做美容 OK 还可以在疫情的时候把这个水呢 拿来做 怎么样 就是当做这个消毒的消毒 所以我们就不用买洗手液啊 我在疫情呢 我一瓶那个洗手液都没买过 我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到处去倒的那些洗手液 我们是没有用过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强酸水啊 2.5 它就可以杀菌嘛 对不对 而且你看还可以用眼杯呢 来洗眼睛 甚至洗眼睛泡眼睛 让你的眼睛呢 就更明亮 然后甚至乎呢 还可以把它拿来做烹饪的好帮手 那一个水机 它就可能可以做这么样的东西 请问除了还原水之外 还有哪一个哪一种游戏呢 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东西呢 所以这个是Energy的独特啊 我们因为里面它不只是一种水嘛 它里面有五种水 它五种水 所以8.5 9 9.5 可以拿来喝 7.0的呢 是来预备 婴儿的食品啊 OK 不要啊这样子 但是你还有6.0的美容水 美容水 OK 它有这个收剑的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toner toner OK 收剑的作用 然后呢 我们有2.5强酸水 有杀菌的特性 然后还有一个11.5 11.5可以拿来泡菜 准备你的食物 OK 一五种类型的水 而且呢 你还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 这些用者呢 他们不单只是 只是在喝水 他上师傅 有很多不同的书 左边的那个是 Dr. Peggy Parker 美国的一个营养师嘛 一个医生嘛 他就本身就非常喜欢 还原水的 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 出来教我们 怎样用还原水来护理头发 怎样皮肤 所有的皮肤病 从这个 这些烧伤 烫伤 一直到牛皮险 这些皮肤病的 射程 这些你要怎么样去用 所以我们呢 我们只是普通一个人嘛 对不对 我们都不是医生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把这本书拿出来打开 然后就照着它里面 照着它去用 也不需要去 成为一个医生 也不需要去 OK 但是我们都可以 跟着这些 这些方法来 来处理 你所看到的事情 OK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有一个机器 但是可以做到很多 这样子不少的东西 然后右边的那一个 更好 68个用法 68种用法 你还原水油断 68种用法 但是可惜 这个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华语版 只有一个英文版 你说 你说 所以 所以 有很多朋友 他不明白 他说 啊 化验水机 只是一个水机而已嘛 为什么那些价钱这么高 只是一个水机而已 这个可固是几次 只是一个水机 它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 一个产品 68种使用法验水的方法 OK 然后呢 你们也知道了 就是我们去年开始推出了这一个M杆 那M杆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 电磁波消除器 电磁波线条器 它有什么特别呢 最特别的是 他这一个方法 他这一个 这整个 想不想 这整个科技呢 是Pattern Technology 专利啊 专利是什么意思呢 独家咯 就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其他人不能用这个方法 那就不重要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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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不会在市场上看到 像同样的东西 你不会在市场上看到 别人也在卖同样的东西 他没有同样的 如果他没有的话 那他就要解释 他那一种产品呢 是怎么样去做到的 他有没有 他的 他的方法 他的那种 有没有专利 他 他有没有经过验证 那是我们花园水的 那是 不是 我们的 Energy的M杆 那是肯定的 我们有我们的专利权 所以我们是经过验证 经过证明的是 可以用的 可以做到那一个效果 而且是独家 这是很重要 这是第二 第三 医疗器材 医疗器械 标准 medical device grave 还原水 还原水不就是一个水机吗 还原水不就是一个水机吗 为什么要搞这么多麻烦 才要一个医疗器材 但是 就是这样子啊 这可能就是你家和我家里面 唯一的一个医疗器材嘛 就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放置 这水机 这个医疗器材呢 是从 怎么样叫做医疗器材呢 第一 它是100%日本人制造核进口 那么你看到这边有三个 三个证书嘛 这个是ISO嘛 就是品 9001呢 ISO 9001呢 就是品质管理 这个其实很多东西都有的 一个电脑 一个电话 甚至乎我们的一些衣服 它的工厂可能也有这个9001的品质管理 没有的话呢 这个这个产品 这个品质是太差了 这9001很多都有 但是14001呢 不多人有 因为什么呢 14001呢 是环保证 环保证 你知道吗 Energy的Condent Water 还原水机呢 是 环保 就有这个环保的这个证书 14001 OK 但是呢 最重要的还是右边的那个ISO 13485 13485就是医疗证书 医疗证书 OK 我 如果你们有身边有药剂师 还是在这些在医院做东西 啊 他们就非常的了解这个ISO13485的功能 比如是在医院里面 如果一个机器他们要用 不管它是什么机器都好了 你如果没有这个ISO13485的话 他在他的那个手术房里面 就是他的病房里面可能就不能用了 对不对 不管你说的 你说的 你说的非常好 但是最后呢 这间公司呢 你一定要把这个证书拿出来给人家看 如果你没有这个证书的话 你说的再好 那是你自己讲的 但是Energy呢 就是有这一个证书 ISO13485 对不对 所以我 我们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就冬天的那一个就是ISO13485 OK 13485 所以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2012年了 那时候后 因为没有人 知道还原水机是什么嘛 对不对 所以人家 他也不知道他的功效是多少 有多好 他们人家也不知道 你这个钱要寄去香港他 然后他才寄过来 香港的是不是在中国做的 他们还问很多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打他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就把这一个证书印出来 就放在包包里面了 所以有时候说把包拿出来看 你这个水机水机 他们说你这个水机 我真的不是水机 我这个不是饮水器 不是不是饮水机 你这个就是水机 我们不饮水机 你要看 我这个是医疗器材 那是我们以前的 一种一种讲法的 就是就跟他讲 你这个是医疗器材啊 你看OK 那其中一个我把他印出来 就是13485 那另外一个是这一个 这个你看到那个字吗 很小 医疗机器制造院登陆证 OK 这个是大阪府的知识 知识就是 应该是他大阪府的一个最高 那一个 manager 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一个呢 是医疗机器制造业登陆证 所以是日本卫生部 所处的这个医疗器材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同的 之前的那个是 ISO13485 这是国际认证嘛 对不对 但是日本卫生部呢 他也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证书 所以我以前都说就把这东西两个印出来 就放在包包里面 所以拿出来给人家看 这个不是水机 这个是很特别 你有没有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 有一个水机 有这样子的医疗器材的 那证书的 所以人家看了之后就 哦 原来这个真的是有一个不妥 但是不等其他东西不够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以前 用的方法 那这个Internet Factory 我本身就去了六次了 六次 所以我是半个导游 所以谁要去的话 主团的我们可以 可以再去这个日本的 他就在大阪跟这个 大阪和京都的中间 交野室 交野室 交野室是一个工业区 OK 所以呢 这整个地方呢 就是所有的机器 一定是在这里出产 所以我们好像有水机 是在这里出产的 OK好 第四 你说好 我们常常是不是听到的朋友讲 但是呢 我的朋友说呢 我常常来看了 他看了之后 他所有的觉得很OK 然后回去 他就开始问朋友了 他问朋友了 然后他回来 他说 但是呢 我的朋友说呢 我的朋友 而且呢 还有一些的 我的医生说 我的医生说 不陪我喝水 我的医生说 减轻没有用呢 我的医生说 这个是骗人的 我的医生是真的 那一个 是不是呢 那我们怎样去 跟他讲呢 那我会问 你的医生吗 你的朋友吗 请问你的朋友 是医生吗 请问你的医生有研究电解黄黄黄水吗 他是研究了很多年之后觉得这个不好 这是他的意见吗 还是他没有研究过电解黄黄黄水 那只不过他自己的个人意见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有很多博士和医生 研究过了之后呢 也输 也输出来给 如果是我们听要喝就喝黄黄黄水 那我们应该相信 你的朋友呢 我应该相信你的三姑六婆 哈哈哈 你的亲戚表哥 还是我应该要相信这些医生 这些医生他不单只是研究过了 他甚至在书里面才写黄黄水 这样鼓励我们去喝 其中一个就是这一个 Dr. Shinya Kiromi Shinya 辛ku 弘士 余博士 那他是什么人呢 辛ku医生呢 他是一个 他是发明这个造肠镜的人 你造肠有两种嘛 一种就是从胃里面进来 一个是从后面进来 对不对 那从后面进来呢 就是他发明的 所以他这生人呢 造的场呢 应该有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次的场 他被造过了 所以他呢 因为他造过三十多次 三十多万次的场 所以他就出了一个辛ku 影视健康法 这一本书呢 是蛮出名的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呢 他们以前有看过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就跟他们讲 影视健康法嘛 所以事物呢 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要有要酵素的这些东西啊 他们都很了解 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当他讲到水的话 还原水 他里面说还原水 但是很多人呢 看过这本书呢 不知道去哪里找还原水 所以当时候 我们拿这本书出来 给他们看 他们就哎 我也有这本书 我也有看过 原来他里面说的那一个水 就是你这个水嘛 所以这个辛ku 弘氏博士呢 他在美国纽约也有一个 一个一个医院医疗所 在在日本也有一个 东京也有一个医疗所 他是少数这样子的医生 六个月在东京 六个月是在美国的 美国呢 他是总统府的那个叫什么 顾问 顾问 在日本的王柱 日本的王柱 他也是顾问 所以他都是这两边的顾问 但是他说呢 如果你要长寿呢 就跟住 跟他的那个辛ku 弘氏 健康法 那么辛ku 弘氏 健康法呢 里面讲了很多东西 讲了很多东西 管理次的那方面 他有很多人 但是水呢 只有一种水 他每一本书 里面只有一种水 就是还原水 那一个是新谷 新谷医生了 ok 但是呢 我们看到也有很多其他的书啊 包括这些水啊 健康从喝水开始啊 喝水很健康啊 也有很多啊 这些都是关于水清水啊 Hydrogen water啊 这是很重要啊 所以这些呢都是额外的啊 关于其他的 ok 其他的水你看水是白药之王 为什么呢 为什么水是白药之王 因为你看回来 本草纲目里面写什么东西啊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里面写的这样啊 我我我念出来啊 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请大家帮我在那个留言下面把它打出来吧 ok 本草纲目是这样子写的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水补 水乃白药之王 水乃营养之手 来我再讲一次啊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水补 水乃白药之王 水乃营养之手 ok 所以有很多人 很多公司呢 因为他们是做营养产品的呢 就都会讲到这个药补不如食补 不要吃药 可以我们从食物那边呢 来去照顾我们的健康 食补 而且食物因为吃不了这么多 所以我们要吃一点好的营养产品 但是呢 他里面还有一句 他是说 水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水补 后面那几句他们就没有听到 所以那里白药之王 所以那里营养之手 所以这一根就是本草纲目 你是真的 那英文的更多 英文的书们就更多 ok 我介绍你们几本书 这个第二本 Change your water change your life ok 是谁呢 Dr. Dave Carpenter 这个医生呢 我来看看下一个 这个Change your water change your life 就是第二本的那一本 蓝色的那一本 这个Dr. Dave Carpenter呢 他是美国的一个针灸师 他是百人 但是他是学针灸的 那他在日本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日本的医院用还原水机 他看到的是医院的那些大台的机器 就很特别的 医院的 医院的机器呢 不是Energic 医院的机器是很大台的 就一个小的冰箱样子 所以那因为他们医院就是要用这一种 类型的这么大型的机器 他就在日本的医院看到他们用了 然后他回来美国之后呢 他就尽量去找 他就想要去找 这个水是怎样的 然后就有人来介绍他了 介绍他呢 这个就是还原水机 他就买 买了之后呢 他发觉 虽然到底是一样的 虽然他也可以有碱性水酸性水 但是呢 他所做的很多东西呢 那个效果不好 跟他在人家日本医院看到的那些 那些效果呢 那个疗效呢 差太多了 所以呢 他在两三年之内呢 买了六七台机器 全部就打入冷宫 进了他的那个 出生室 出生室那边 后来呢 就有一个朋友在那跟他说了 Dr. Jeff Carpenter Dr. Jeff Carpenter 他说我们有一间公司啊 Energy 你去看看好不好 他说不要啦 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 你看我房间里面有六七台机器 全部丢在那边 不用了 都是一样的 不能啦 一定要那些日本的那种大型的 那那那种机器材也有用啊 他说 但是这个朋友跟他说 Dr. Jeff Carpenter 这个Energy不同哦 这个Energy是医疗器材哦 日本的医疗器材 啊 所以他就那时候就夹了一跳 他说 哎 其他的人来卖他 来介绍他们他们的水机的时候啊 他的那个传单不是都很漂亮吗 传单都花的很漂亮对不对 但是啊 没有那个效果啊 啊 但是为什么这一个 有叫做医疗器材的吗 其他的 品牌 从来连这个都不提 他们根本都不提这个医疗器材 但是为什么这个有特别 所以他去的时候他才了解到了 原理是一样 汽车都一样对不对 有四个轮的就叫汽车对不对 啊 但是呢 里面的构造不一样啊 里面的构造不一样啊 所以他后来他去了的时候 他才知道哦 这个Energy是医疗器材 啊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 他就用了这个Energy这个机器了 ok 他他他他写这本书出来呢 他自己写的哦 不是公司家写的 是他写出来 他这本书的书名就叫 Centure Water Chenture Line 改变你的水 就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ok 后来呢 是Energy问他 你这个标题很好 可我们Energy 可不可以用你这个标题 拿来做我们的 啊 我 我们的 我们的 怎么怎么讲呢 我们的 就就我们 给我们用这个这个词 这个这句话可以吗 所以Centure Water Chenture Line 就变成了Energy的 这个标题了哦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那右边那一个呢 更特别 Centure Line Tension of People 啊 抗癌攻略 ok 或者是 如果真正的 是 到字面上的解释呢 是 杀 杀 癌症 不是杀 不是人 ok 因为呢 啊 作者呢 啊 这个 这个 Bob Wright Bob Wright呢 这一个作者呢 他是父母亲 两个都是因为怀 啊 都是因为癌症去世的 所以当时候他看到 他们的父母亲 是不是在很多那些传统的 治疗方面 他没有救到他们的生命 反而是当时候的时候 好像受的苦更更多 就是经过这些化疗 天疗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用了20年的去研究 怎么样可以抗癌 那么他在20年的 他研究的时候呢 他是怎么研究呢 他是去专门访问那一些 活过来的人 哎 你活过来的吗 为什么你活过来 哦 因为医生说 隐私不用控制 隐私没有影响 但是你是控制医师的 你怎么样控制医师 ok 医生说 啊 这些进化疗品呢 啊 可以吃可以不要吃你自己喜欢 但是呢 那你去研究 他就发现这些人呢 哎 你们有用了很多这些营养产品 是哪一些营养产品 虽然这本书里面 收入了很多的营养产品在里面哦 但是呢 说明呢 只有一个 是哪一个 化验水 而且是哪一个化验水呢 Energic化验水 在书里面就 指明道姓的说 你要喝就喝Energic 而且他用的那一个字是什么 Mandering 他说喝淮养产品呢 是Mandering Mandering 是标配 就一定要喝水 然后后面呢 才才有很多那些健康产品 但是你一定要喝水 为什么 他说你一定要喝对水 因为 不管你的健康产品有多好的话 你还是一定要一个好水 把它带到你身体 各个部分 然后呢 这些健康产品帮你 帮你在抗癌的当中呢 OK 你要把这些不要的东西从身体里面排出去 你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水 所以他里面呢 就是化验水了 而且化验水是 指名道姓所 Energic 的化验水 OK 但是你要买嘛 自己去买 他在书里面就写下 他的那一个 那个叫什么呢 网站 然后你自己去买 因为这种公司跟我们 毫无关系 这个就是 这个就算Bop来啦 OK 所以呢 这些事啊 然后除了之外啊 那你们有进一句话 就是另外一个呢 Scientific study 就是Dr. Hobbs student 这是一个心脏科 他他开过的心脏 超过5000个心脏手术的 那他他发现呢 这些 他就拿化验水来做了一个研究 所以这本书是小课子 但是这本书呢 全部是研究的报告 研究的报告 所以化验水就是这么特别 对啊 OK 那你自己上网找呢 也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资料 OK 比如说这一个是 antiviral effect of electrolyzed reduced water on SARS OK SARS 记得什么是SARS吗 SARS 他说SARS呢 Electrolyzed reduced water 其实这一个文章呢 是讲墙酸水 可以杀菌 可以杀菌 SARS是什么 就是杀菌 这是香酸水可以杀菌 OK 好 OK 那这个的话 我来第5号 第5呢 是5款 5款是我们的黄姜 黄姜 所以有很多朋友呢 就问了 你这个黄姜有什么这么特别 我家里自己也可以 也可以种黄姜 我去菜市场没有卖黄姜 就 市场上就有很多不同的黄姜嘛 所以这个是什么特别 这个我们的黄姜 又是一个专利 那这个专利是怎样 怎样呢 那黄姜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说日本呢 全世界 最年级最高 就是可以活到最老的 哪一个国家 但是 因为就是日本啊 全世界就是日本人 活得最老啊 对不对 那在日本国里面呢 哪一个地区 的人活到最老 其实大概就是冲绳 OK 知道吗 冲绳 OK 那冲绳人呢 你会发现他们 每一天一定要做一个东西的 就是喝黄姜 炒 他们是怎么呢 把黄姜切片的时候 然后泡在水里面 然后泡热水 就这样子喝 他们 那是他们做的一个东西 所以黄姜里面有很多那一些 那个黄姜 黄姜是那个姜啦 但是它里面的那个 重点的那个 那个好的东西 叫做姜黄素嘛 对不对 所以姜黄素呢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 你上网就可以自己找一找 姜黄素 其实有很多的 在 在我就看过一个叶子 他说 有一个报告他说 姜黄素的八百种好处 八百个好处 OK 八百个好处 OK 那黄姜水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呢 是大自然的宝藏 大自然的宝藏 因为它是在冲绳 最北端的 这个是姜黄的那个整个的过程 OK 这是姜黄的过程 OK 这是它的工厂那边 你可以看到中间那个图是什么呢 我们的Super 501 Super 501就是我们的那个商业型的环渊水计嘛 商业水计嘛 因为它整个的过程呢 是没有动到任何的 其他的那一种化学品 没有没有接触到的 OK 那尹藏井呢 就就不是自己种 我们是用本地的农服 用当地的那些农服给它做 因为你要知道Mr.Oshiro 他是这样子 他不是那些大财官的那种心态 大财官就是我们自己买一下那些地 然后就自己种 自己种是不是 然后然后就去管你 这是最普通的方法 Mr.Oshiro的心的永远都是想要帮助那些 那些本地的那些人的 所以冲伸的呢 他就帮助那些本地的农服 我就我给你们 你们有地吗 可以种给我 种给我们跟他们收 我们跟他们收 收了之后呢 全部进来这个厂 然后就在这边开始就处理了 那么这一个机器他们拿来做什么呢 是第一用2.5来消毒 还有11.5来清洗 用11.5来清洗 然后用2.5来消毒 所以整个过程呢 没有触碰过任何的那个 那个 那个叫做 怎样这样讲的这些化学的用品 OK 然后呢 处理好之后呢 才把它切变烘干 然后最后一步是就把它做成那个 那个小原子出来了 OK 那这个小原子你们会看到呢 这个是专利 因为我们这个叫做以前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叫它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以前叫的就是叫胶囊 对不对 它不是药碗 它不是药碗 不是硬的 它也不是一个胶囊 你看肯定不是胶囊 所以以前如果有胶囊的话 我们就会去问 这个胶囊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它怎么样把这个胶囊成分是多少 其实它没有的 它这个呢 是用还原水把它做成一个卵 Sop job 我不知道怎么讲 Sop job 有人会吗 有人会吗 把那chatbox上面再把它写出来 就是一个卵 卵的要颜 OK 所以如果你们拿刀把它硬切开的话 你会知道里面是好像泥土这样子 粘粘的一个泥土 是 为什么呢 因为它整个是用还原水来处理的 那也因为姜黄呢是这样子的 姜黄呢 的我们人体不好吸收 如果你这样子吃姜黄的时候 你的人体不好吸收 因为姜黄是油溶性的 它不是水溶溶性的 它是油溶性的 所以你要吃姜黄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用黑胡椒 加黑胡椒 那吸收的应该会比较好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要用油 OK 那Inundic的呢就没有放 黑胡椒的是用油的 所以我们有两种 一种呢是植物 就是植物型的 所有的是只有用植物油的 OK 这个是那些次数的可以了 但是其他的很多呢 他们就是普通正常性的那个就用鱼油 去用鱼油 深海的鱼油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呢 它里面你也加了很多那个Vitamin B 所以这个是精神非常好 所以如果 我 这个 这个是肯定的 如果有时候呢 我们不是上机场还是什么 时间不够睡眠不住的话 我知道我睡眠不住呢 那我是怎样的 我还没睡之前 我先去先吃蛇蜊 那真的睡眠不住 四个小时也好 五个小时也好 没办法的话 爬起来是OK的 爬起来OK 所以秘密是在哪里 就是吃蛇蜊 我现在平常是早上六粒 晚上六粒 但是你们平常是保养的话呢 一天五粒 每天早上三粒 晚上三粒 都是快OK的 那另外一个 我太太是专家了 我的狗 跟我的猫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它就是抓住它们 就是一粒 一粒那个浆网 塞到它的喉咙里面去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那个狗 它们有什么小毛病的话呢 这个是最好的 OK 所以你看这些呢 都是专利 OK 大自然的饱厂 OK 那但是你在冲枕呢 如果你有进去冲枕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大阪 我们就看到工厂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次去大阪游呢 六天四夜呢 六天五夜呢 其实呢 只有半天在厂里面而已 其他的时间我们都到处玩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去 去冲绳呢 你就不只是去这个厂 为什么 OK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看到我们的高额浮球场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E8PA中心 E8PA中心 这是我们的中心 这个中心 这个高额浮球场呢 是专为还原水的慧眼而色 所以你有钱的话 你要去那边打高额浮球 不能 他们要先查你的名字 你是不是拥有还原水机器 或者是你有你有买过去任何我们以来记的产品 有没有 有 没有的话 你要请别人带你去哦 只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是不能在那边打球的 所以这是专为会演的设计 这是在OKINAWA 在美国呢 他们也有一个在圣地亚 跟也有一个高额浮球场的 都是 这样子的 OK OK 所以你看到下面有一个蓝色的 蓝色的小屋子 蓝色小屋子呢 是有 很多那些 泡泡 对不对 那一个呢 其实呢 他 那些屋子是蛮出名的 很多人都去看 其实不是那个蓝色的屋子 是他下面那个矮的那个黄色的那些屋子 而且就是Mr.Oshiro他的老家 所以他们一直留存到现在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地链性 里面人家走进去看的时候 就看到里面的 东西 而且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几期20年 老的还原水机 在里面的 就是 特地放在那边让你们看 还可以用呢 右边的那一个呢 是一个公寓 就是 其实Energy现在有 好像已经有三间的酒店 就是他们的表酒里面 这些呢 都是Energy的 OK 那还有中间一个 你会不会看到一个 还原活什么东西 活动源什么什么吗 OK是什么呢 虾 还原水的虾 OK 所以这一个呢 里面的虾不是死的 是冷冻的 所以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那个冷冻的虾过一会 它会开始跳动的 这是拿来吃 祸虾的 撒西米 就是吃这个 对 这些 那这些是 比较特别的东西 我听说呢 听说 10点呢 你们 我们在马来西亚 可能台湾也会 祸虾应该还没有 因为那这种就是非常 非常 就是 这种不是 不是主要的烟物了 但是听说呢 过再过几个月呢 我们都可以买到 在马来西亚 在台湾 可能会可以买得到 他们的姜黄 姜黄加 和牛 姜黄和牛 OK 我这个我不多讲 OK 你们过几个月 看一看 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OK 那所以虾身的发源地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 东西 比如说这个32条巷子的 那个保龄球场 Energy的保龄球场 右边的那个是我们的 Onsen 就是那个 泡 这个泡温泉的地方 OK 你也看到 他也有这个学校 不是English School English School 是Energy的 甚至火台有大货店 那些小店 OK 零卖的零售的那些小店 或者是你看到 Energy的这个半球 对 所以这些呢 就是在 这个是Energy在冲绳 有很多这些东西 其实有一些呢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业务 但是是因为 Mr Oshiro很 很想把这些 把业务投资在这些本地的 的公司里面 去帮助这个冲绳的 这一个这个经济发展的 OK 那个是冲绳的 好 那 第六 这一个 这一个证书呢 哇厉害了 这个证书 OK 这个证书呢 叫做日本成人病 预法协会推奖品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E谢 这两个字呢 这个是 6600个医生 增加上一千多个 那个叫做推拿师的 日本的 有牌的推拿师 所以全部一共是 8000多个东京区的 医务人员 的 会 一个 协会 那这个协会的宗旨是什么呢 帮助我们去预防成人病 成人病就是慢性病 慢性病 就是你应该在家 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不是去医院做 你应该在家去预防 高血压 高胆固醇 高 高尿酸 这就三高四高了 OK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应该自己在家做的 但是呢 这一个证书呢 是很难拿的 因为这个证书呢 全是 是每一种产品 每一种行业 只可以有一家公司 会拿到这一个证书 OK 这个商品 认定是证书 那Energy呢 就很有性 拿到两个 一个就是 总结果你看到这个电解水生成器 那这本书 是从这个证书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这证书告诉你两个东西 一个 白钱多位医生 他们同意电解 水生成器 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方法 可以抑制日本成人病 OK 所以他这个不是任何的水机哦 所以你说我家里的那个水机 什么牌子 什么牌子的什么 那一个不算 他可能 不可能会拿到这一个证书 OK 所以这个证书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们白钱多位医生呢 是认可 认同电解水生成器 对于预防日本成人 这个慢性病呢 非常有效 第二 他说在日本所有的日本公司里面呢 No.1是哪间公司 就是Energy 大成博成就是Mr.Oshiro Inorary Oshiro Oshiro就是大成的意思 就是这间公司 电解水生成器 所以你拿这本证书就是日本No.1 就是No.1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证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想 有没有别一家公司 是他的对手呢 12年前没有 到今天也没有 13年后也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看过其他的公司 有这一个 OK 所以这一个 那这个是商品认定的 但是我们呢 不是只有一个产品 我们是两个产品 所以除了UKON 江皇也有这个商品认定 推奖证书 他也有 所以我们Energy是有两个的 这些东西呢 你们都可以在网站自己去拿 在公司的网站那边可以拿到最新的 那一个报告都可以去拿 好 所以日本的No.1 电解怀热水机是什么 Energy 日本的No.1 江皇 所以他们也认同江皇可以有 帮助慢性兵 但是No.1的江皇是哪一个 是Energy Energy OK 这个帮不完 OK 好 那么第七 认可 这些认可呢 荣耀呢多了 OK 比如说这个是WQA Water Quality Association 就是美国水智协会 在所有的美国呢 的任何这些关于水的这些机器呢 水器啊 这些饮水器呢 一定要成为他的会员 你一定要成为会员 但是成为会员呢 这一个圆圆的那个 那个寻找的是云色的 金色是金牌 金牌 金牌呢 Energy 是其中一个 安利也有 安利 但是安利的金牌呢 是在这一个饮水器 所以饮水器就有好多间公司拿到的 这个金牌的 但是Energy 好像是唯一一个拿到这一个 拿到这一个 电解水 机里面的这一个金牌的 是Energy 是唯一一个 这个帮不完 OK 然后呢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是SME SME是什么 中小型企业 OK 啊 这个啊 2022年的我们公司拿到了 啊 对对这个是我们的公司代表去去领奖 然后我们也是Super Brand Super Brand 这个也是马来西亚的啦 就是 Super Brand 就是超级金牌嘛 这个当时候是我们几个人呢 代表公司去领这个奖的 这个是几时呢 好像是2018 忘记了是几年 那时候去代表公司去领这个奖的 OK 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啊 啊 啊 都是啊 我们公 这是公司的那个领牌的那个认证嘛 OK 好了第八第八 OK 讲了这么多 真的好吗 OK 你不要这样 不用不用不用相信我 你去看我们的那个 那个见证就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网站 然后你自己上去网站 然后你看我们的那个password 啊 如果在在线的朋友 你们把这个啊 才读一下 OK screenshot他一下 OK OK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一些呢 都是见证 这个小女孩呢 这个是泡枕的啊 和平 和平 2022年 2月的时候 这是左边的相片是2022年的2月9号 啊 2月10号 是2月9号拍的照片 但是右边呢 是无缘 还有没有 而且这些人是没有 没有人帮助他们的 真是已经毫无希望了 但是就是老板 因为他的老板看到员工这么 这么可怜啊 他妈妈啦 哭 所以就叫他拿了两桶水回家 一桶就是9点五来喝的 另外一桶呢 就是2点五来洗三口的 就是这样子把这个孩子救了 所以你看这些见证的 我不一个人厄所啊 这也就是深层的见证啊 你们可以在我们的 啊 那个里面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很严重的东西 啊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些进步 OK 啊 洗肾的水脚肿了 看到没有 脚肿了 但是呢 喝的还原水脚小掉了 没有这么肿了 看到没有 因为我发现水的水分子比较小啊 对不对 所以把那些西药很多的都排出体外 而右边呢 是一个很出名的 右边呢 这个 啊 这个朋友叫做阿慧嘛 阿慧呢 就是当时候是卖 啊 卖草药的 他是 他是 他是在工作啊 那间草药公司呢 那间卖草药的嘛 那是因为他敢常年喝啤酒 然后去镇了温泉之后 镇了温泉之后 第二天开始 这个整个脸 整个身体就变成这样子了 但是呢 后来呢 喝了还原水之后 开始 啊 有进步 整个身体有进步 然后呢 他也 还以这还原水的 啊 生意 他现在是6月2了 在还原水不单止 是坐到6月2 而且还娶了一个老婆 然后 就搬了一个新家 啊 是不是 改变水之改变体制啊 就是千九摩特千九来法 改变你的水 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那个对不对 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建设 啊 这些小朋友啊 啊 右边的呢 那个是 俗语 俗称生蛇啊 你们台湾 我们自己们是叫什么呢 我们在马来西亚 他们叫生蛇 啊 啊 就好像他转一个圈 然后 这样子 是不是 就是 结果慢慢呢 就 一直想办法去用其他的方法 看医生 帮不了到后面的时候 嘿 我不是有还原水吗 就把心理痕 就用2.5 来11.5 这样子来洗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 进步多好 ok ok 所以这些呢 你们自己可以去啊 我们的网上看啊 这个 把它裁图一下 协图一下 然后啊 你自己上完自己慢慢去看啊 已经第八了 ok好 第九 第九 好 然后来了 这个MGUD 2023年最重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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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啊 就是MGUD的这个电子辐射协和器啊 这个 呃 呃 亏处啦 ok 因为什么呢 其实你说我们去年听到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领袖是第一个他们公司告诉我们 那时候对我们的 我们是很惊讶的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Energy 去年是49年 今年不是49年 49年 做的东西是非常专的 对不对 他就是做一个M 就是做个还原水啊 他就做一个还原水啊 他也不去做其他的东西 他就是做一个还原水机 ok 然后后来呢 他就在做了一个在冲着那边就就就开始了一个 呃 江黄嘛 ok 所以就是还原水机跟江黄 两个东西而已 但是呢 去年呢 他们说 ok我们要把这个推出这个市场 推出市场 而且是亚洲开始 从马亚西亚开始 然后到其他的亚洲的国家 然后才会到美国 所以对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多么的惊讶 那时候 ok 那而且这一个整个的这个MGUD呢 他的这个抵消频率呢 这个东西呢 他是一个呃 呃 patented team patented就是一个专利权 其他人不能去炒 可以炒 但是不能 专 专利就是你不能去炒嘛 对不对 啊 啊 你可以想办法去炒 但是那个技术呢 我们技术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是我们独家的 不能啊 不能去炒啊 所以不可以有其他的一些工资 在市场上能用这一个技术 来来做到这一点的 ok 那所以你看啊 啊他怎样帮助到我们呢 啊最重要的 你可以看到红雪球 如果我们一个人呢 他常用电脑的话呢 红雪球就开始把它临际在一起了 ok 如果你用电脑的话 更惨 那个红雪球真的是会会临际在一起 一堆一堆的 这样子的话 血液循环差 带氧的功能也差 排毒的功能也差 就开始会有头痛疲劳 男女记忠视 注意力 麻痹 刺痛 四肢八两 这些就是他的症状 这些是症状啊 但是是不是会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不讲了 你自己去猜 ok 但是你说这简单的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的 这些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以前是不是小孩子读书 还是什么的话 不能专心 不能专心你怎么样 你不是骂他吗 啊我们爸爸妈妈以前读书啊 没有像你们这样子的 但是不能骂他 你没有想到他不能专心的话 那不是他的错 那是可能就是因为对了电脑太多 对了电话太多 所以他们的血液循环差不能带氧 带氧少了 所以排毒少了就开始会头痛疲劳 对不对 所以你在公司里面做过很多电脑的话 头痛怎么样 头痛去吃 头痛要 回来继续做啊 所以你说 这个东西可以绑到的话 有多么好 这是我们的专利报告 好好 在专利的时候他们去申请专利的时候 你看他里面是怎么写的 他写的就是你看的这个6.13 2.5这些东西呢 就是在所血液的快和卖 所以当时候去申请专利的时候 就是在讲我们的那个血液的快卖 所以这个就是在专利潜里面就是用这个的 好所以这一些呢 是他之前拿到的所有的那些金奖 这些呢都是比赛 都是去参加那些国际的比赛呢 所以这是发明家比赛拿到的这些金奖 然后第十二好 还原水呢 跟这个圆盖呢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样 我说他咪啊 你相信吗 我讲什么东西你相信吗 你怎么样相信 就是我用嘴巴来去 我要用嘴巴去去 对付你啊 你来相信我对不对 但是在还原水呢 我们有时候不用用嘴巴了 我们就是用demo 刚才我四点多的时候就 有朋友一个Marshal就带我去 去一个朋友的家 就是我们做一个测试嘛 他说他要测他家里的水 所以我就带了一瓶还原水去 然后他家里测水水 测测测测测 我就做了两个两个试验 之后OK咯 OK了可以扒一台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还原水好不好不用讲 人家说他家里的水怎么怎么 怎么样的你不要跟他炒 你就拿来一起试验的好了 自己他自己眼睛是明亮的 他自己可以看到那个不同吗 碱性酸性就出来了 今天早上我们 test 还原水和碱性的朋友的家 是带一点酸性的微酸性 然后我们在汤氧化的时候 还原水是汤氧化超高的 他的水是没有汤氧化 没有化氧化 没有氧化 所以他自己也是看到了 所以他自己就做这个决定 好他要当确保了 但是你知道吗 MGUD也可以做测试 其中一种测试 就是汤氧化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如果你在电话 电脑在电话之前 70分钟 10分钟 血就开始融 融稠的 对不对 其实可以 我给你们看两个视频 15分钟 这就是我血测试 这就是我血测试 后面玩电脑 15分钟 再玩电脑 再玩电脑 看看我血测试 从我血测试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红血球 是不是粘在一起了 OK 再来看右边的 也是 又玩了电脑 15分钟 但是这次呢 这就是 这就是 15分钟 继续玩电脑 然后 我转开 MGUD 这里 就能看到 这就是 2米 从我 这就是 这就是 BEN 可以帮助我 更多 所以 这就是 15分钟 转开 MGUD 同时 我还会玩电脑 15分钟 non-stop-youtubing watching some program and this is how 血球分担了 而且还会流动的 所以 请问 请问 你的血 请问是 左边的还是 右边的 如果你常常用电脑电话的话 你就左边的 你在血 但是 我们家里 有MGUD开着的 就是右边的 会流动的 请问你家里的孩子 你朋友家里 你可以问你朋友这个问题 请问你家里的孩子 在家里用电脑的时候 他的血 是左边还是右边的 请问我们 这些人 是不是要照顾心脏 对不对 照顾心脏的话 你说我们的血 应该是左边的好 还是右边的好的 所以 这一个是不是 都是 都是我们 这个 这是地蛇 我跟你讲 地蛇 所以呢 123456790 讲完了 所以我把它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在这里了 就是 Energy的 整个公司的 科兴价值呢 就是真正的健康 所以我们的 是叫做 True Health 9.5对吗 真正健康 真正健康9.5 True Health 9.5 什么叫做True Health 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呢 Energy是这样讲的 OK 如果你要身体健康呢 我们鼓励你不如喝黄原水好吗 黄原水不是神仙水 不是仙斑 它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但是 朋友 你的身体里面60% 70%是水 如果这个黄原水可以帮助你 70% 60% 50% 解决一般的那个问题 那好吗 那OK吗 就是很简单 就是喝水 你身体70%是水 那黄原 改变这个水 就可以改变你的体质啊 简单的喝水就可以 不用打不用麻 从老的到小的 全家的都可以喝 可以吗 OK 好那你说 真正的财务健康 真正的财务健康是不是 你说没钱 没钱的时候 没钱的时候 那你去做啊 你说我们没钱做生意 那么黄原水帮助你 好吧 你不用钱 你不用投资 你不用去拿那一个 风险 你不用去拿那个风险 如果你肯做的话 让公司在后面支持你 好吗 就你自己买了一台机器 M card也好 白原水机也好 那你就可以开始了 你虽然可能是慢慢的分期付款 在还你的机器的 但是你在这里 公司没有说慢慢的还你 用紧 你每做的每一台呢 公司都会给你用紧 所以你不用拿那个风险 ok 所以你要你要有真正的财务健康 加入我们的还原 水生意吧 一起做好不好 ok 但是呢 红色的那一颗心呢 是最重要的 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的心理健康 其实呢 你看 有一些人是不是 是不是 其实是不是 如果有钱多多少少都可以买到健康 你们同意吗 这句话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不管是那个保养品有几贵 你都可以买嘛 都可以吃嘛 对不对 没问题嘛 对不对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不需要在马来西亚 不需要在台湾 你可以去瑞士 瑞士那边去做一些高科技的那一种 对不对 所以有钱的话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帮助到一点健康的 但是有很多人呢 有钱 可能有一点健康 但是没有心灵健康 晚上睡觉睡不着 晚上还在烦他的公司 烦他的那个生意 他要去Holiday 他要去游玩 他要去哪里游玩的话呢 不能把东西放下 把东西放不下 就算去旅行的时候呢 心里面还是在烦自己的公司 而且还有更多的人 因为为了要赚钱 有时候有一点比较不正义的东西也是要去做 就说 然后他们就会解释说 哎没办法嘛 做的就是这样子嘛 没办法啦 做生意就是这样子 这些东西避免不了的 啊所以有一些就是 为了金钱是不是把一些原则 把一些啊 应该应该应该做的 也就把它放到一边 ok 他是在引南经怎么样说呢 引南经说 如果你要的健康 不是你自己 自己而已 你是为别人着想 ok 我身边的朋友也可以有身体健康啊 我可以介绍他这个还原水啊 哎我在我的公司里面是有很多 我在我公司里面放了一家还原水机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人在那边排队拿水的 这个是我 可以 为这个社会贡献的一个方法 是因为他们来排队拿水就是比较 底下层的人真的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是我们是免费给他们公民水给他们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的一个方法啊 那财务健康怎样呢 你不只是自己来做 你可不可以帮助其他朋友啊 我问你其实如果一个朋友 没有鱼的话你要怎么样 你要给他鱼 还是要教他钓鱼比较好的 啊好 教他钓鱼比较好对不对 不是给他鱼对不对 教他钓鱼比较好 但是我可以鼓励大家吗 你不要只是教他钓鱼 你去帮助他一起钓鱼好吗 这样子是不是真正的帮助他 不只是教他钓鱼 而是陪他一起钓鱼 帮助他一起钓鱼 让他自己可以足利为止 ok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看你是照顾朋友的身体健康 也照顾他们的 真正的关心他们的财务健康的话 自己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心理 去看 对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Energy的真正健康的 这个我们的Energy的核心价值 真正健康 也是我们传续 传续 Tool Health 9.5的中文字 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名字 ok 哇 功 我不停是什么 一个小时多 所以我就 啊 就 啊 到这边为止了 就把十个东西 啊 就把它讲讲完了 ok 所以呢如果你们啊 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可能我们还可以吧 再来个十五分钟的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来啊 可以来啊 啊 啊 来来来来 来问一问 现在你们可以开声了啊 如果你要的话 可以喊 可以再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我们可以喊一遍 啊 Jennifer 台湾附近里啊 欢迎你 看到你了 哈哈哈哈 软叫狼啊 OK Song Joe OK 有什么问题吧 我们可能用最后十五分钟 来 讲一讲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尽量解答一下 啊 有什么问题吗 啊 谢谢朱总 红信红信在吗 红信我们是不是要解答一下 那一个酸减性的问题 呃 我是想解答 可是他不在啊 他刚才有上来 他不在 不要紧 不要紧 那我们就解答一下 因为大家有一个 就我们台湾团队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哎 我们不是应该要减性 不要酸性 对不对 但是 但是这一些 我们身边就很多酸性的东西 比如这样水果啊 果酸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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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成是成是酸的啊 那那到底是好是不好 哈哈 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 我们不是喝 喝汤就是酸辣汤 对不对 酸辣汤不是酸的吗 对身体好是不好 醋啊 苹果醋啊 对身体好还是不好 其实他的解答是这样子的 你要知道在酸碱呢 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呢 他是一个概念 他不是去测试那个东西是酸还是碱 这样讲 所以呢 你 我们讲酸碱呢 是因为那一个事物 那一个东西 他入了我们的身体之后 对我们身体里面的影响 他会让我们身体得到酸性 那个东西叫做酸性 如果他会让我们身体得到碱性 那东西叫碱性 所以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 柠檬 柠檬酸是酸还是碱的 其实在很多那些 营养家 营养师呢 他们说的是 是碱性的 柠檬是碱性的 OK 柠檬是一个碱性的事物 因为那一个是 他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什么 是碱性 OK 所以你要你其实 你这样子就知道了 OK 所以也同样的原理 比如说 你说一个人呢 太老烦的时候 太老躁的时候 做工整天压力太大的时候 那个人酸性会增加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这个 所以那个酸性呢 是他的那个 这个概念 酸性的概念 并不是说他 他酸性的时候 你测试他 他就会变酸 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你测试 那一个人的尿 还是什么 血它已经变酸了 那个人已经是太迟了 那个已经是太迟了 那个已经是 没救了 这是后面的事情 没救了 你知道吗 所以酸检是一个概念的 OK 这样讲 这样讲明白了 所以一样的 终于说 这个东西是凉的 这个东西是热 是热的 你吃榴莲就是热性 你知道吗 吃榴莲是不是会很热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喝凉茶 你们是不是叫凉茶在台湾 凉茶 什么叫热跟凉呢 难道是温度吗 怎么可以拿那个温度去测试 它榴莲是热的多少度 不是 所以它是一个概念 明白吗 所以酸检呢 你这样子讲呢 就会比较容易的 你就明白 所以酸检呢 在市场上呢 其实是很多 争论的 有时候 有些时候呢 我的一些朋友呢 他们呢 是医生呢 有些是接受 有些是不接受 可能华人的医生 他比较会接受他 你不要了解这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去美国的话 你可能是那些百人的医生 那他们可能就是 绝对不接受 OK 就你跟他讲凉茶 你喝了比较凉的这些东西 我们的热气 就是我们的身体很热 应该喝凉的东西啊 他们是肯定不接受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在酸检性质呢 其实是很多的 但是呢 如果你再跟朋友分享的话 你有时候就不要讲太多 如果他们不接受 其实也不需要讲太多的东西 因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讲 电解 我们天体水的那个水分子团比较小 我们也可以说 关于这个 这个什么呢 电解水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抗氧化很高啊 抗氧化很高 没有一个医生 或者是那一个药剂师 会跟你争论说抗氧化不好 没有人会这样讲 每一个人都同意的 OK 每一个人同意的 明白吗 OK好 廖先生可以的 好可以的 我会把这个PPT交给那些领袖 你们可以给他们拿 所以小公兄 所以小公兄你的意思是说 网络上有很多的文章是讲说 酸检这个东西是一种削仇 这个东西就是看人怎么去 自己去怎么相信了吧 是吧 对对 嗯 我们都知道他有啊 但是怎么样去解释太麻烦了 就算你去读了五年医学出来 也不能 也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解释 但是呢 我们在说抗氧化的时候呢 没有人会跟你争论 抗氧化不好 所以这个搞不如 对因为他里面有所谓的 也好 啊 OK 还有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有个伙伴 呃徐小姐 他就他就他对于电子波消毒器这个东西 M改的东西他是很有兴趣 但是一个有一个东西一直不能够说服他 就是说我们不是拿去测手机的时候 手机是会有 呃数值的吗 但是我只要一离开手机就没有数值了吗 那所以他就认为说手机或者是电脑 其实他的电子波并不会挥发出来 所以他只需要让他小朋友离开手机跟电脑 就可以了 所以他认为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没有那么需求性的 对 嗯 这个东西是见仁见智啦 OK 但是你想一下我 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我讲 我们呢 iPhone12不是在 把法国给给ban的吗 就是给给命令下架对不对 iPhone12 对不对 OK 那你说为什么要下架呢 为什么要下架呢 那就是对身体有影响才给 才给还给命令下架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 你可以 可以不相信他 你可以用去用他 但是你想一下看 iPhone Apple 苹果 是我们多么喜欢的一个 一个品牌 我家里的东西全部是Apple的 OK 我现在用的电脑也是Apple的 是我们多么新的那个品牌 但是不只是Apple的 三宗三星也中过 这个其他的那些 Nokia这些的公司 他们也曾经有 有测试过就是超标的 而且你想想看这些呢 我们新的品牌 给测试到超标 你想想我们家里有多少个东西 是我们没测试到的 家里这么多电器 我们没测试到的超标的有没有 可能有可能没有 但是你要不要预防 所以我们M改就是这样 我用的就是全家人预防 就算我不担心自己 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不担心自己 哎呀我都几十岁了 我都老了 我都已经老了 我都几十岁了 我我不在意这个东西没问题 但是我们以前长大的方式不同 现在的小朋友长大的方式不同 而且你现在长大 就算你以前长大的方式不同 可能我们年纪 年轻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这些电器 没有这么多的危害 但是你现在人老了之后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老人时代症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不经常症 这些都是对老有影响 所以这些东西是测试到的 可以 这是 而且命令下架 但是肯定的告诉你听 这些东西电磁波就是对人体有伤害 所以才要给命令下架 对不对 不能再收卖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东西我们就是预防 要就预防 嗯 好 这样洪行这样我们将会大家讲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对了我很认同 因为电磁波 书上面有写是属于累加的 如果说今天预防 这就有点像是什么 呃我今天我不要去担心我的身体的状况 等到真的严重的时候再说 这就有点这种概念 等到我真的出问题再来说 电磁波是累加的 就算我碰它一下 我总要拿手机吧 我总要接近电器吧 前面就累积了三十四十五十了 结果剩下十的危险值的时候 你再告诉我说 你要随时的打开电磁波消除器 那就晚了 因为等到十的数值一达到的时候 癌症细胞病变全部都来了 因为电磁波是累加的 它是无法消除的 对所以你这样讲我很理解 因为那天后 我们去我们这边的便电箱 像我们这边有所谓便利商店吗 便利商店里面会有休息区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没有 就是它有一个休息区 就是可以坐在里面休息的 里面是没有摆东西的 然后呢那边灯就非常的多 那天我去板桥 台北的一个板桥 移在里面测 哇那不得了 那个电磁波打开 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两千九到三千以上 为什么 因为上面灯非常的强 对我一直以为那不会有 你知道吗 对那但是当我一打开电架的时候 ok 全部都清楚了 对 那我就无法想像 那些地方那么多人在那边学习 在那边休息 让他们长期的笼罩 在这种大量的电磁波的环境下 你说他们能够认真学习吗 你说他们身体会健康吗 当然不会啊 对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刚才说使用电脑哈 你刚才讲说使用电脑之后 他们的协议就会凝结吗 这个我这个 powerpoint我们这边也有吗 PET我们也有 但是我记得电脑这边也是 我离开一定的距离之后 我测试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我测试没有 不代表他不会传达到我身上 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是啊是啊 电磁波嘛 电磁波嘛 所以什么叫做波 当然你在距离也有也有关系 对不对 嗯 距离也有关系啊 但是但是就是说啦 我们在用M杆的时候呢 就是我以后不用想了 我就我就24小时就开住啊 是啊啊 他是不是100% 他不可能是100%的嘛 但是呢至少我在睡觉的地方 至少我的客厅我就知道是没有电磁波的这个问题 对这有点 我就24小时开着啊 对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 各位如果说有在听的话 可以想一下这个说法 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们是做保险的嘛 什么叫保险 保险的概念就是预防我出意外嘛 但是我没出意外之前我就没有事嘛 对不对这叫保险咯 那今天我安格的概念也是一样啊 我跟保险的概念一样啊 我随身携带着我就预防我出这些状况嘛 预防我被电磁波攻击嘛 对不对一台四万五台台币四万五一千五美金 我可以防多久 我可以防一辈子啊 嗯 用那种保险的概念讲或许会不错 对啊 嗯 注意哈但是我们比保险更好对吗 保险是什么意思啊 保险就是其实你出事了之后有钱赔给你啊 但是他不能保我们没有危险啊 哈哈哈哈 他不能保我们危险 他不能保我没有车祸 他只是说我车祸之后呢 我孩子啊我家人啊他们会有一笔钱啊 领到一笔钱啊 那个是保险 但是一样啊我生病他不能保证我没有生病啊 但是呢还原水是在这个MGUD啊 尤其是MGUD真的是可以把啊房间里面 我们家里面的那个烟脂膊把它减少 把它消除掉 对不对啊 对 他跟我的还原水也是一样啊 还原水是真的对人体是有帮助啊 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啊 啊 对 所以让我们的健康 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充满了还原水的时候 我们就 就自然的健康啊 是疾病会减少了 疾病会减少了 对不对 嗯 所以如果常喝还原水呢 跟呃常用MGUD的人呢 其实呢 对保险公司是一件好事的 就是保险公司他就不会啊 就不用出这么多钱了 保险公司可以赚多一点了 你要谢谢我们 嗯 ok 我没问题了 其他有问题吗 ok 那我想这一几点啊 啊 啊 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呢 其实呢 你看到我们 呃 前面讲的那些 十个东西哈 十个东西啊 其实我都没有用很深入的那些 那些什么 啊 啊 怎样讲 怎样讲的这些 医觉上的这些术语就跟你们讲了 因为不需要 不需要 我买电视的时候 我只要知道他电视好不好看 啊 那一个 他他怎么样操作 我不需要去知道他电视机里面的那一构造 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这是很重点的 因为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想要知道 他的那个 好处 而不是要知道他的那个 啊 啊 那些 那些 专门的那些东西 那是 那是奇异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 这这这舍点呢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刚才那舍点 那舍点 主要目的是让你们有一个信心 还原水 Energic 是一间好公司 你是我们大家呢 不单独是一间 遇到一间好公司 我们也遇到一个很好的产品 独特 人家没有 我们有 人家做不到 我们可以做到的 不管是还原水机 那还是这一个 啊 这一个M杆 OK 两个都是一样 所以 这 主要的 10点是让我们 心安呢 何以通呢 哈哈 这是一个很好 不但是要喝哦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上帝 啊 所以啊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 可以看到点后 我是认为每一个 每一个啊 每一个新人呢 尤其是新人是非常需要了解这一个东西的 所以你出去等下讲的时候 你就不会动摇 你就知道是怎样的 啊 然后呢 外面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牌公司啊 还是什么东西的 然后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新的公司 然后我朋友就会来问我 哎 这个公司你有听过吗 这个公司你听过这个 哎 这个公司他这样讲 这个公司他这样讲 其实都是他讲 对不对 他讲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有你看那个10点之后 我们不是他讲 而这是事实 我们手上抓了很多这些事实 我们不会动摇 OK 所以就这样讲吧 如果人家跟你说 他的这个这个很好 啊 我 你你要怎么回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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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的 而且呢 每一个月每一个 每一个月 每三个月可能就有一间新的公司 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其实呢 你你这样想就好了 你这样想就好了 如果你是 夜问 你有没有看过夜问 夜问不是出了四几对吗 是不是四几还是三几 夜问一二三 那夜问每一几是不是有不同的人来 空手到的 又来跟他打 然后台拳到的又来跟他打 然后呢 又有功夫的又来跟他打 北拳南拳要跟他打 然后呢 又来跟他打 但是你说夜问呢 他是怎样 从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他就只出咏春对不对 他不理你 你用什么 你跟我打 我不跟你打 我只出我的咏春就好了 其实就是这样子 在坏水里面 如果你把重点抓好的话 你的咏春你练得好的话 你不理人讲什么东西来 他们讲他的好 那是应该的 他应该讲他的好 但是我们不是自己讲好 我们是有正书有的 很多的那些认证 这些东西 我们是一个50年的公司 这些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那个重点 重点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咏春 你要把它抓好的话 你就不去 不用去担心其他的人 ok ok 这样讲好吗 ok ok 好 那我们已经把这个 录起来的话 我们把它录起来的 这个以后会发给你们 你们都可以啊 啊 去去去去 啊 啊 以后可以拿来给新的人做培训啊 都可以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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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好吗 我就 啊 啊 啊 先把录影暂停了 ok 啊 录影我们 ader 好的 看 Kathy OK OK 啊 OK 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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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